佛法在中国 纯大乘法 像读书啊 大学 大学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基础 你才能进得了学校 随唐时代 小臣有两个宗派 陈世宗 居世宗 这两个宗派 在唐朝万宁 就衰尉了 没有人在学了 唐以后 这两个宗就断了 那么中国大乘佛法 怎么个学法呢 是以儒跟道啊 代替了 是中国人不学校成 中国人修学大乘佛法 有儒家的基础 有道家的基础 你想从前 读书人 学佛的人 哪一个不念过四十五经的 哪一个没有念过老子 庄子的 多年都很熟啊 孔孟老庄的学说 代替了小臣佛法 所以中国无需要小臣呢 小臣经典翻译虽然相当完备 跟现在巴黎文经典比较 我听说巴黎文经典 只比我们多了大概五十几部 小臣经典呢 也将近三千部啊 他只比我们多五十几部 可见得我们的翻译相当完备 我们现在读的阿南文师 佛基兴经是在阿含尼里头的 这小臣经典 那么为什么李老师 选这部经典来教导我们出学呢 因为我们把乳丢掉了 刀也丢掉了 这才小臣经典里面 选个几部 他为我们大概选了有十部 有十种 这是第一种 教导我们了 如果我们有如跟道的基础 确实就无需要 读小臣经 但是真正做学问的人 小臣经还是值得 浏览 但是小臣经在翻译上 确实没有大臣翻得那么好 所以佛在此地说 有所失足 当其三尊 这就是你在平常 要有所作为的时候 有疑惑 有疑惑怎么办呢 一定要求三宝 帮助你 断义身心 那三宝怎么个义法吗 第一个 义佛的交接 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 佛有没有这样教导给我们 佛教我们怎么做法 顺从佛的交接 向总的 纲领上来讲 原则上来说 我们进宗学会 成立之初 我们在缘起里面 协调五门功课 这是戒律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决定不能违背 第一个 观经里面讲的三福 三条是一句 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 司长 慈心不傻 修十善业 十善业 福特别讲了一部 一部经 舍善业到尽 现在我们有光跌流通 第二条 受持三规 居足众戒 不犯为夷 这一条里面 我们现在有三规受受 讲过好几遍 都保留着 都保留着 录像 录音 居足众戒 这个里面 我们曾经介绍过 沙米 在大成无量寿兽 在大成无量寿经里面 特别揭露出 三十二屏 三十二屏到三十七屏 这一部分经文 是详细说明 五界十三十三 应当要熟读啊 要一交封信啊 第三条 发菩提心 身心应骨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包括了所有的大臣经教 这是根本的根本 福嘛 你要修福嘛 这个三条 是一句 都是修福报 福会 双修 真实的福德 我们取这个 作为我们修行的政策 这第一个科目 第二个科目 是佛在一切经论里面 教导我们的六合金 六合金 主要是与大众相处 我们怎样与一切众生 活目相处